法国黄背心示威活动平息不久 黑背心抗议又开始上线了 上百名无证件移民 星期五涌入了巴黎 先嫌辞要求获得合法证件 继续留在法国 那除了是嚷着要和 法国总理菲利普谈判 期间部分情绪激昂的示威者 甚至和警员爆发了肢体冲突 场面陷入混乱 将近700名无证件移民 星期五占据法国巴黎著名景点之一 先嫌辞抗议难民政策 向政府提出诉求 给予永久合法身份和文件 否则不会把休 然而原本相当和平的集会 进行到一半 却因为好几名示威者 按捺不住情绪突破防线 和警方发生冲突 眼看静坐抗议瞬间变了调 为了安全起见 所有的游客当下被迫撤离先嫌辞 据其示威者当中 大多数是西非裔非法移民 他们透露过去那么多年来 他们都在零权力的情况下求存 因此期望透过黑背心运动 要求政府发出证件 让他们堂堂正正留在法国 更表明希望和总理菲利普会谈 外媒最近报道指 有将近30名姿势者 在这次的活动中被警方逮捕 NPT7综合报道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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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次的活动中被人